嗨大家好我是喬喬 我是小季 歡迎大家來喬喬來說車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這一台 是2018年的B&W X6 有沒有覺得它很大台 超大台因為我們之前講過一台X2 然後X2就是瞬間變這麼迷你 然後看到X6 不知道是幾倍大 因為X是它休旅車的意思 然後從1234567 開始尺寸慢慢的拉長 所以它其實是乘以1 乘以2 乘以3 那個大小 所以它其實最大有到X7 看我們哪天可以收集完 X1、X2、X3、X4、X5、X6 X7 這算是一個里程碑是不是 對 收集蓋印章 現在已經X2跟X6都有了 我們看什麼收集點卡可以擠滿 跟你說X6其實大家如果講到跑旅 跑車化的休旅車 第一個想到的進口車絕對是 就是它嗎 就是這一台 所以它可以說是化界跑旅的始祖 它算是跑旅的始祖啦 算是第一個 開創這個跑旅的車型 所以大家對於X6其實都會有一個幻想 因為它就是一個創新的概念 所以有些人對於休旅車是需求 可是跑車是夢想 然後它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變跨界人 休旅車跟跑車的結合 我們是不是一般想會覺得說 休旅車可能就很笨重啊 一定要巴巴的感覺 但我們也可以當個帥巴巴 那我們就來看看車頭吧 好 車頭的部分 因為這台呢 是M Sport的版本 所以呢 它也會有很多M Sport的套件 就像M版本的前保感 就是它會稍微運動版一點 一般版的好像是好看非常多 然後有一個重點是這個 黑鼻頭 這個東西呢就有點像什麼 B&W有十台 可能有八台在路上看到都會改黑色 對難怪我想說 為什麼之前看到那種銀色的 我就想說那個是改的嗎 結果這個才是改的 沒錯這個才是改的 而且因為它改黑色 會變得更年輕化一點 更運動化一點 所以大家都會把它改 而且你會發現 雖然我們只是先講身頭 那你會發現後視鏡跟屋底 全部都用黑的 所以它其實是有呼應的喔 所以你看到它這一台 它算是整體的非常用心 它把所有色調統一 然後讓整個風格更整體化 看起來就會有更年輕的感覺 帥爸爸就是這樣 真的是帥爸爸 通常呢會買這種跨界跑旅 需求會是什麼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客群 其實會買到這種跑旅必要 稍微有一點基礎 大概可能會落在 三十幾以上呢 比較有機會 因為畢竟車價也開始 往上飆了嘛 真的是蠻高的 我們二十幾歲的人 在自己的世界上有點成就 其實買的一百多 算是高的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大行都很會賺錢 這個的年紀會稍微偏成熟一點 因為車價已經快接近四百萬 真的是過高 我覺得比較偏有家庭的 我也覺得 就是它的那個落差會蠻大的 如果有載人需求 通常都要到休旅 那如果沒有載人需求 通常Coupé車型 可能雙門它都覺得夠用 所以通常這種就是有家庭 然後需要載人 需要很舒適 再來就是要很沉穩 對 因為像BMW X系列好了 其實休旅車系列 要開到我覺得很沉穩 一定要至X5至X6以上 就真的是比較沉穩一點的科學 不然大概X3、X4 都是比較偏年輕化一點 而且它也還是比較小台 對 所以看起來就沒有那種很穩重霸氣感 所以你看一台休旅車 在一個家庭出門 它絕對不可能是小台 所以一定會選到X5以上 那我們就看看測測吧 測測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旅圈 前面的它是用2754020 然後也是雙色切削 而且它是M版的旅圈 這是原廠M喔 不是外改的 比較特別要跟大家分享是 前面是2754020 後面是搭配一個3153020的輪胎 3520 3153520 檢查一下 對 我沒有記錯 所以這種是我們俗稱的算是前後配 前後輪胎不一樣 它就不能調換 對 不能調胎 以前的人是會說 好一萬公里我的前後輪要調換 因為要平衡摩擦嘛 一至於四輪可以一起換 那像這種車就不行 要特別注意 後面會比較大也是因為它 這種車子摩擦力可能 希望高一點 會讓它抓地理好一點 然後它還有一個M版的一個logo 然後還有一片這個東西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之前在講刮眼車的時候 都會一直聊到說 有的車身都會在這個輪迴的地方 加一個防刮材質 會變得稍微有點偏廉價 那像X6畢竟已經快要400萬的車了 還好它做了一個紅色的烤漆 所以我覺得質感會高滿多的 就不會覺得這裡卡了一條塑膠的人 老實講差不了很多錢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大家會想要就是 造一個防刮材質 那你只能問它囉 如果是我們覺得 就會覺得如果整台都同顏色 其實是比較整體性高啊 均勻好看一點 這一台就做得非常棒 一個算是它側邊的老流 它連這個都都有亮黑色設計 它就沒有之前那種銀色那種感覺了 側邊都只有兩個顏色 很好看 它搭配得很好 然後它除了這一邊有這樣的設計之外 它還有盲點還有摸門 而且它是四門的摸門喔 它四個門都有 好那這邊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說 因為像這一台車啊 當時候你其實是可以選汽油跟柴油板 你們比較適合哪一種燃油系統 我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如果比較常開高速 然後常常跑遠途的 絕對絕對會建議買柴油車 因為柴油車其實第一個非常省油 然後再來因為它跑高速 它的那些機碳啊什麼的 比較不會塞住 更有力 所以如果只是跑市區 敗速很多啊 這種的就必須要買到汽油 因為汽油如果在同樣的市區使用環境上面 問題會比較少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欸我就是要買汽油 汽油就是問題少 但其實如果你的使用環境是都在高速 都一直在長期各大城市征戰 好來跑去 絕對要買汽油 柴油 柴油 絕對要買柴油 所以要以自己自身的使用條件去買 沒錯 就是你要去看一下 你到底是偏向哪一種使用方式 不要再聽人家說 還油好還是汽油好 聽你自己內心的聲音 然後再聽小技說 然後我們再來有一個結論 選擇一個正確的適合你的車種 這樣才對 沒錯 那我們看看車內吧 好 我們看看車內的部分 車內的部分就是標準的B&W的型 但是這一台比較特別 這一台的車主呢 它把裡面的飾板呢 它都有做一個類碳纖維的飾板 所以你會發現內裝呢 看起來比較稍微高級了一點 而且呢 它這個內裝呢 都保持得真的非常好 對 沒有什麼太大的刮痕 真的是看起來滿新的 沒錯 很厲害 然後我剛剛偷偷翻了一下 發現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台B&W都有 可能之前都沒有翻 但是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可以去調整它音響的音色耶 它前後 前後 可能有一些Balance啊 高音低音 它可以有一些稍微的微調 這就是歌手注重的東西 很棒 很喜歡 當時2018年 其實是沒有carplay 找了一下 我現在目前是找不到啦 但正常應該2018 那時候應該還沒有carplay 是正確的啦 然後它在內裝的部分啊 我剛剛坐進來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件嚴重的事情 哎呀 這種車果然151開不了啊 就是我的腿長 我大腿已經算很長的囉 我說151裡面 算是很長的囉 151裡面就對了 對 然後我把我的腰這樣整個靠上去 就是讓我腰不會空掉 那我發現我的腿就空掉了 我再往前坐 我的腿不空掉 欸 我腰就空掉了 怎麼樣都做不好 不符合151的人體工學啊 就說你適合被載 嗯 我適合坐後面 然後另外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里程好了 它的里程是 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公里 好 等於說是十萬四千嘛 嗯 8年車1920 212 23 24 6年車大概一年跑多少 一萬多 差不多也是跑一萬多公里啦 所以這個里程是非常的正常 合理的 然後剛才呢 我們在展示我的小短腿 然後我也發現 哎唷 它有腿拖啊 真的是它的腿拖 基本上對我來說的用處是 讓我的腿整個飛起來 欸 這個腿拖真的是 也對我來說是用不太到的 那對於高的人來說呢 這腿拖就非常重要 因為你的大腿呢 是不用選空 是有東西幫你支撐的 有一個支撐力量 做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另外呢 冷氣這些我們就不另外做介紹 因為其實B&W的 但氣款式都差不多是那樣 比較特別就是 它會有一個模式的轉換 這裡有一個Auto Hold的 電子手煞車 這個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配備 所以2018年有這個配備 其實是非常不錯的喔 已經很高級了 對 沒錯 那這一台呢 它就只有一般的定數 2018年那時候是還沒有跟車的 嗯 那所以如果 你不太喜歡用跟車的 或者是你覺得那個跟車 其實你用不到 這台車非常適合你 那我們看看後座吧 好 我們來看看後座的部分 首先 不免俗的來數一下拳頭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果然有到休旅車的尺寸 真的耶 它真的是很大耶 兩個縮掌 我的話至少也有三個拳頭 腳步空間是不錯 但是 缺點就是 X6這個車型 就是coupet的車型 你會發現 頭這邊 離上面比較近 雖然我沒有這種困擾 我的話就可能剩一顆拳頭 所以再高一點的人坐 可能就快頂到天花板 Coupet的車型呢 真的是帥氣用的 一樣 後出風口 這些都是有的 其實椅子保持狀況也非常的好 然後另外呢 我們這一趴呢 來講到車主 前車主我們是有接觸到 前車主是我們這邊 神缸附近的一個工廠老闆 是坐鋁門窗的 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他換掉 他那時候也是買中古車 大概買一年 還是兩年車 他是在BMW原廠認證中古車買的 所以買的也不便宜 老實說 買到現在呢 其實車子沒有什麼大的狀況 也沒有什麼需要整理的部分 但是有一個比較特別要講的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老闆要換車嗎 為什麼 因為他訂了一台Alpha 真的假的 Alpha是現在 Toyota的商旅車啦 七人坐的 Alpha很舒服耶 他那台呢 新車的牌價是315 他因為他現在已經有那個 能力可以買新車 他就當然不選擇二手 他就是買了牌價315萬的 之外呢 因為現在如果大家 對Alpha有了解的人呢 一定會知道 他現在是沒有辦法 地基交車 現在訂呢 可能要2027年 才要辦法交車 為什麼這麼多 27喔 等於說是還要再三年喔 為什麼等那麼久 因為大家都想買 應該說Toyota這一台車呢 他一年他有他的配額在 可能一年他配額賣完 他就等明年了 所以說他只能 以他的接單量 一定要到2027年 才要辦法交車 就是如果你要排隊的話 要到27年才能拿得到 沒錯 那27年拿到什麼東西 你還不知道 真的耶 他到底有沒有改款 改款後是不是你喜歡的 也不知道 這樣好恐怖喔 當然他才剛改款 是不太可能 馬上就改款啦 老闆做了一件 非常霸氣的事情 他做了什麼 他加了60萬 然後 一個月後就交車 哇 就像玩遊樂園快速通關這樣 沒錯 而且真的是 有錢好像快要變萬能了 對 本來要等三年了 然後 一個月就交車 我說欸 那不是要等很久 沒有啊 怎麼那麼快 我加了60萬 太神奇了 所以大家其實對於這個就有爭議了 對 因為有的人會說欸 我也是在等車怎麼 別人的一直交 啊我的怎麼沒有 沒辦法 因為可能有的車主會願意說 加這個錢 能聽到這個故事代表 這個前車主其實是非常有實力的喔 沒錯 其實為什麼會分享前車主 是因為前車主如果有一定的實力 他對於他的車子非常的照顧 然後如果有什麼東西 其實他都會 定期的把它 定期的保養啊 去做整理 所以我們買到的車 車況絕對是不會差的 因為他有這個能力 愛他的車 養他的車 沒錯 那我們的前車主的故事 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就講後車箱吧 好 我們看看PT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他屁股 前面還看起來沒那麼霸氣喔 對 屁股就真的是相當的有氣勢 很帥欸 是不是很帥 好喜歡喔 其實他的屁股真的 我自己個人也超喜歡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看到X6開 嗯 開過去 好好帥喔 X6 他屁股我覺得是性感的 對 真的很讚 他很特別的是前車主 有去特別加裝一個 類碳纖維飾板的圍翼 嗯 我覺得 很好看欸 多了一個點綴變滿好看的 對 這個排氣管呢 是雙粗的排氣管 所以他的聲音會 稍微有一點正看感 剛才你發動的時候 我就說 喔好帥喔 因為他是雙粗的 會比較大聲一點 尾燈的部分呢 也有特別開給大家看 他是一個狗狗 其實X6跟X5的差別真的是 X5真的是偏很穩重啊 走下來感覺是 走下來感覺是 走下來是有型的爸爸 對 帥帥的呢 看起來是那種超霸 還有下來是 藍白拖呢 就 欸 有一個反差感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超酷的東西 超厲害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耶 忍不住想猜一下 M版本的銀冰燈 銀冰燈 它除了銀冰踏板之外 升級了銀冰燈 這個很多人很喜歡耶 很多人是沒有要改成有的耶 所以這一台已經自己就有了 四個門都有喔 很厲害耶 超爽的 這個就看得出很高級了 再來我們就講它的配備 它是有腳踢的喔 一次成功 對 它是有腳踢的 電動尾門 這次是真的有腳踢 因為是我自己開的 而且有沒有看到這個 打開就先看到這個了 誇張 這個的膜喔 從新車到現在都還沒濕 好誇張喔 它全車的膜 不管是側邊的銀冰的膜也還沒濕 這個膜也都還沒濕 很誇張 很誇張喔 就是因為它前車主也非常愛車 對 前車主也說它是龜毛 它說它自己不是我講的喔 我們沒有辦法前車 那其實我老實說 我自己的認知 龜毛是一個包義詞 不是貶義 龜毛就代表你很細心 你會照顧到很多的細節 所以你會看它 它的車子的細節上 它都 它自己的堅持 前面不思也是不思 再來另外跟大家聊到 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會 選X5不選X6 選X6不選X5 沒有空間上的要求的人 很多都會選X6 就是這台 後面的空間好像沒有X5大 沒有到那麼的舒服 下面其實還有啦 還有一個大的置物空間 但是如果去相對X5來說呢 X5的後面是直直的 所以後面的空間高又深 X6就是為了講求它那個Coupet的空間 它的空間感覺沒那麼好 它就是去用外型犧牲空間 對所以其實就大家 看大家比較重視哪一個 重視外型的肯定是X6 重視空間的就選X5吧 再講一個 一定要買自己適合的 你明明就很注重空間 你還來選X6 就為了好看 拜託選一個適合自己的品項 這個一定要講 不要說我們明明就 不能單純的外貿協會 要注重一下內涵啦 沒錯沒錯 內涵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它很酷 它這邊還有一個 它連那個三角錐啊 或急救包 它都有它自己的位置 而且很隱密 所以你說它空間不好嗎 我覺得其實算蠻好的 這個小小真的變得相當專業了 我覺得 取代小技之路正在努力 這不遠了啦 我覺得很厲害 你看連這裡都還有那個 一個小小的伸縮感 打開東西的時候 你不用頭頂著 很多是用頭頂著 真的很貼心耶 電尾門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們的屁股就介紹完了 我們就再到結尾囉 那就到我們的結尾囉 大家最想知道的部分 這一台2018年的 BMW X6 到底幾多錢 好在講幾多錢之前呢 我先來再強調一下 這個車子四合呢 你想要釋放出一點穩重的感覺 給大家知道 或者是你本來就是一個穩重的人 想要開一台 適合你的車子 這一台是一個好選擇 然後另外呢 因為它是休旅車 優點是它的字也高 看到前面嘛 還有一個重點是 你如果單純 你要買休旅車 你不要買那種笨重的 覺得這種 跑旅很好看的人 你想要一台帥氣的休旅車 跑旅行的 欸這台準沒有錯 畢竟是跑旅十足嘛 瞧瞧給大家一個 小小的中骨 就是如果你真的跟我腿一樣短的 這種真的不適合你 我們一起去看看別的車型 看來也是一個大實話的部分 跟大家講一下 最後的最重要的部分 當初買的時候 370幾萬 還價 現在呢今年你要買它 399萬 真的直逼400萬 那如果你要再選配一些 有的沒的 一定是POSE吧 你想要用少一點的錢 擁有一台X6 這一台就是你的好選擇 那現在呢2018年等於說 六年車售價已經是 看半再往下降了 這台車就是 一個優惠價145讓你帶走 我覺得很划算是因為 第一個是它這麼大台 對 然後它的狀況其實還很好 如果我們要買一台 全新的X6 是兩倍還不止 也不止啦 現在快400了 超划算的欸 而且這裡就是會提供售後的保固 對於我們服務廠的服務 所以買五門車 你可以非常放心 不用擔心 今天呢我們的影片呢就拍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什麼話要跟我們說 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那我們見 拜拜 沒有默契 有個沒默契 實在就是 S.U.M.